生活在美国 汽车是家家户户不可缺少的代步工具 但要是万一遇上了车祸意外 到底有哪一些注意事项 投资新闻特别联手华新保险 由汽车房屋保险顾问来深入解说 答案是CEO 保险过期 不要担心 就算你今天忘记带了你的保险卡 或是你的驾驶执照 只要你的保险 它还是有在生肖的状态的话 发生理赔 它还是会去做赔偿的 不过也希望警察当天心情是很好的 避免他给你开了一张罚单 之外的话就是租车的部分 一般来讲 租车有分两种 一种是你只要每一天 花一个15到20块钱的话 就可以在你租车上面 加上一个租车险 当然也有些客人 他选择是用他自己的保险的额度 延伸过去 多数保险公司都会提供 这方面的免费的服务 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保险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叫做综合意外险 与碰撞险这个部分 以防在做开的租车子 发生事故之后 他也有得到赔偿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保险千万不要让它过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也发生过很多的案例 就是保险忘记买了 为什么忘记买 是因为逐年来讲 保险费逐年再提高 所以很多客人喜欢货币三家 或是等到最后一刻 才在买保险这个部分 也因此如果说突然有要出差 或是旅游的时候 等到回来的时候发现说 已经没有保险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在这边也可以提醒一下 也可以去咨询一下您的保险经济 稳赞加州亚艺市场中 规模最大的全方位保险经济公司 华兴保险华兴制多新系列报导 下一集将继续来探讨 汽车房屋保险 除此之外 雇主还可以提前来登记 二月份免费劳工法咨询讲座 分别是二月二十一号在安大略 还有呢二月二十八号 则是在哈公举办